最近在看30而已 我觉得顾佳应该是每个女生在30岁之前都渴望变成的样子的 那个人就是我 今天就给你们推荐几部 女生在30岁之前必看的电视剧 关于爱情 关于视野 让影片变得自信强大又独立 第一个呢是韩国网剧 有点敏感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部剧甚至可以成为大一新生的教育宣传剧 它讲了不同失分的女性 在遭遇被开黄色玩笑 这些令人不舒服的经历是如何去做反应 还会探讨情侣之间的一些敏感话题 比如谈了恋爱之后要多久才可以羞羞 总之我建议每个女孩子都应该看这个剧 包括你们的男朋友 第二个也是个短剧 做完十件事就分手 男主打算甩掉女主 女主就提出了两个人在一起时候签的协议 提出分手的人要为另一个人做十件事 故事呢就是纬绕着十件事展开的 里面的女主她整整哭了十几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就算再舍不得也不会死产难打 保留感情里的最后尊严 第三个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剧 致命女人出轨 骗婚三人行姐 立恋 三个不同时代的母黑女 六党渣男 这部剧呢就是直面婚姻的黑暗面 画面上稀妒很高可以培养你的神魅 看到结局真的很爽 渣男果然没有好下场 刘雨林呢也真的很帅 啊 could you hold what up 你走过的路 我过的书 看过的电影 都会成为你成长的阶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值得你为他去熬夜颓废 做一个灵魂自由的人 会让你更轻松 我是莉拉 成为更美好的人